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又是一个非常下饭的视频 就是说一下我的护肤品空瓶 东西还是比较多一点点 我是打算从2024年开始 就是记录一下我每次空瓶用的那些面膜 还有那些精华的数量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知道 我一年下来到底可以用空多少精华 多少面膜 这样子我以后的购买就会更有计划 对的 然后开始之前先说一下我的肤质 我的肤质是夏日混油 冬日混干 然后问题就是还蛮多的 就是有黑头 黑眼圈 毛拱大 然后偶尔会长一些大的痘痘 然后皮肤的话稳定性最近是稍微好一点点了 好了 我们就话不多说 快点开始吧 好 我们这次的话也是赵冠蜜 先从面膜类的开始说 面膜的话我都是有留这些片上面膜 跟大家一起分享 先说一些医美的面膜 就是有四个可敷美他们家的这款医美面膜 然后有一个是液体肤料 另外的都是那个类人胶原蛋白修护贴 大家如果看过我的视频 应该都知道我非常的喜欢他们家的这种医美术后的修护面膜 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个胶原蛋白修护贴 我觉得它会比液体肤料对于你医美过后修护 然后去红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然后我也用过别的就是束后的那些面膜 我觉得他们家算是精华比较多 修红效果比较好 然后整体的肤感我都是比较喜欢的一款面膜 所以这个是我无限回购的 也在我人生至爱的护肤品里面有介绍过的 还有用完一个呢 富尔加这一个面膜 医用透明质酸什么什么修护贴 这个的话我觉得它敷在脸上的那个面膜纸 会比可敷美的舒服一点 就是可敷美会稍微比较厚 有存在感一点点 这个我觉得会更服贴一点 可是我觉得它的精华没有可敷美的那么多 所以我就觉得束后的话 保湿的话它没有可敷美那么好 所以这款我用完我手头上那些 也是不会回购的了 还有用完一个111Skin这一款面膜 这个呢我之前也分享过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面膜 它就是那个什么黑钻石的面膜 它的面膜里面是褶状的 分上面跟下面的 那个褶状基本是没有什么精华液会留下来的 就是敷了过后呢 它对于嫩敷和毛孔缩小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就是我现在手头上的面膜都比较少 是那种贵架的面膜了 我用完我手头上的一些面膜 或者用到一个数量之后呢 我这款是我会考虑要回购的一款 还有用完四个这个奥伦纳素 冰白面膜 因为它一个包装里面就是四个嘛 然后现在就只剩这个勺了 哦这个人生之爱的时候忘记分享了 这个真的非常的喜欢 它就是稍微麻烦一点点 你要把那个液体跟粉混在一起 敷在脸上 然后呢才可以用 但是它嫩敷的效果非常的棒 就是我觉得它是我用过这么多面膜下来 即时嫩敷的效果最棒的 而且就是它用完之后完全可以让你的毛孔隐形 就是变成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真的太太好用了 我现在好像还有一些库损 就是我用完百分之五千会回购的那种 很喜欢 然后说一个非常大头的就是 欧莱雅肤炎玻尿酸水光充盈面膜 就是有分两边的这个 我看一下我用了多少个 我天哪 都不知道自己用了11个 我用它我会用做一个每周几次那种基础保湿的面膜 我觉得它对于基础保湿的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我很喜欢它面膜纸还有精华是分开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它精华在面膜纸上稍微保持的比较新鲜一点点 而且我觉得它敷在脸上那个面膜值也很OK 保湿利眼很OK 反正整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面膜 而且它大厨的时候非常的便宜 就是送很多赠品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非常划算 性价比很高 效果又很不错的一款面膜 但是它对于那种什么缩小毛孔那些没有太大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 就是完全做到完全对得起它的价格是会回购的 还有用完一个理肤权B5面膜 这个B5面膜也是蛮适合术后修护用的一款面膜 我觉得它的精华也是蛮多的 面膜只是稍微偏薄一点点的 上面也是非常舒适的 但是我一般术后的话 我还是比较prefer用那个可敷美的面膜 所以呢 我这一款我用来做一个日常保湿 我觉得效果也是很好的 也是我会想要回购的一款面膜 就他们家东西都让我非常的安心 艾尔博士的益生菌修护面膜 这款面膜呢 我就是觉得还行 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 它保湿功能是还不错的 修护的功能 我基本上没有太感觉到 我觉得跟那个欧兰雅的那一款面膜 我用来非常多的两个差不太多 我会更喜欢欧兰雅的那个 因为我很喜欢摁的那种 就是你把那个东西摁下去 有声音的那种砰的感觉 这款就是还行 我会不会回购呢 也可能也会 因为我觉得它的性价比也是还蛮高的了 但是就是没有那种哇真的特别喜欢它的感觉 还有我用完三个 兰雅他们家的这款面膜 这个我终于用完了 这款面膜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价格非常的高 而且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蛮一般的 因为它的效果呢 我觉得就是非常一般 我觉得它的嫩敷 还有缩小毛孔的效果 我基本没有看到 而且它敷在脸上是有一点点刺痛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以为它是那种比较温和性 因为兰雅他们家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在我的脸上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 除了他们家的经典乳霜 在我的脸上是有一定的修护效果之外 别的东西呢都一般般 性价比太低了 如果我要花那个钱买面膜的话 我绝对不会买他们家的 就是一个比较一般般的保湿修护面膜吧 你也不能说它特别不好用 觉得它还行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回购的 还有用完这几个 柏莱雅的机缘优效面膜 一个两个三四五六六个 这一款呢我觉得也是还蛮好用的 是一个蛮好用的那种保湿修护面膜 我觉得会比欧莱雅的那一款 稍微精华再多一点点 所以这两个的话 我也应该是会看哪个比较便宜 就哪个回购 这一款我看很多人 他们说是什么修护能力特别好啊 但是我近期就是用它那段时间 没有太多需要修护的地方皮肤上 所以就没有体验到那个功能 但是我觉得它整体使用感很好 然后面膜质也很舒服 精华也是够的 所以这款我也是还挺喜欢的 还有用完两个 崇埃之明美白面膜 这一款我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了 我近期都没有回购了 因为我近期呢 就是没有太过于沉迷于用美白面膜了 因为我觉得光子嫩敷 对于我皮肤带来的亮白效果 真的很明显了 所以我最近就没有怎么再用它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 就是想要做光子嫩敷啊 或者是水光针那些东西的话 你用这个 它给你带来的那个白的效果 真的是就是你用了 你的脸就刷白刷白 巨白无比 这款呢也是 我觉得我应该是会想要再回购它的 因为它真的是特别好用 就是美白效果特别的卓越 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 但是如果你想白你就用它 还用完两个这个 这个呢就是 Amiro他们家那个 胶原泡配套的那个面膜值 胶原泡用了之后呢 大概就是整个疗程很快就五分钟 用了之后我会再敷它 敷个可能十几分钟左右吧 我觉得它的效果也是还蛮好的 配套面膜是这里有个橙色的 你就知道从哪里开始 这个我是觉得还行 它也是有那种格子的 功能性比较大一点点吧 因为我以后会继续用那个美容仪嘛 所以我可能会再回购一些那些面膜 这样子打格子用 还有用完一个嘴花秀 他们家这个润造精华的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呢 我一般般喜欢 因为第一 我不是很喜欢他们家的润造精华 我觉得在我脸上就是太过于滋润 导致我那段时间用它那个润造精华的时候 整个脸上就是没有办法 很好的吸收后续的护肤品 虽然它是一个前道精华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而且这个面膜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稍微有一点点过于滋润了 而且我也不喜欢他们家那种人参的味道 所以这一盘我是我绝对不会回购的 它价格也不是很便宜的 OK 还有用完一个这个波兰亚 他们家这个双向面膜 这个还是我的一个人生爱了 因为我觉得它在我脸上看黄 提亮的效果特别的明显 就是如果我知道我那天晚上会熬夜 或者是我可能喝了奶茶 可能知道晚上会睡不着 或者是我那个晚上想要看一个电影什么的 我就会晚上的时候敷它 真的 那个提亮的效果 而且我第二天起来脸都是白白净净的 不会泛黄 不会有任何那种 因为没睡好 或者是吃太多油炸的东西 脸上油油的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款我很喜欢 他们家这款的那个精华 我就不喜欢 但这个面膜我很喜欢 推荐 还有一些外国的面膜 Nutrogena的这一款 Hydro Boost 这个用完了两个 这个面膜呢 我个人觉得是还蛮好用的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面膜就是蛮便宜 特别是你打折的时候入 而且它的保湿效果也非常的好 对 这个呢 也是一个 如果你在国外没有办法淘宝买过来 那些比较便宜的保湿面膜的话 我就蛮推荐你去入这个的 又便宜 这边会经常打折 而且效果我觉得蛮好的 保湿效果也很好 还用完了一个 切尔士他们家的安排瓶面膜 这个面膜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买了三盒 然后呢 我用第一盒的时候 就感觉它的美白效果没有很明显 就是一个单纯的保湿面膜 但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用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美白效果变得还挺明显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产品 用在脸上那种效果啊 或者怎么样都是阶段性的 所以呢 它最近在我脸上美白效果也是还蛮明显的 我一般用它之前 我都会涂一个 他们家的安排瓶的美白精华用来打个底 而且它就是美白效果蛮明显 也是还蛮保湿的 所以我觉得这款是还不错 我甚至就是会考虑要回购它的 这个是易飞他们家的什么传名酸八布贴膜 这款呢 我是看到很多人那段时间买的时候 他说用来贴自己的那个黄鹤斑 会让黄鹤斑变淡一点点 但是它这个东西呢 我看到了它一贴的话呢 就得贴不小于一个小时 所以呢 我很艰难的才用完了这一个 因为我觉得它贴在我脸上 一个小时的话呢 就是第一 它贴在这里呢 就是让我的脸不是很舒服 还有呢 就是它是没有什么精华 就是干巴巴的感觉 就感觉让我这里很干 而且美白效果我没有太感觉到 也可能是因为我只用过一次吧 所以这一款我用完 我现在应该是不会回购的了 但是我买了还挺多的 只用完了这一片 还有三个这种清洁面膜 就是Doctor Select的这一款 这款它也不能算清洁面膜 就是它算那种氧气面膜 但是我是用来做一个清洁面膜的 因为它两个混在一起 你敷在脸上 过一会儿呢 是有点像那种泡沫一样的 可以比较好的 吸附掉脸上的一些脏东西啊 油光 这款我真的是觉得还挺好用的 用了它之后 再后续敷一些别的那种保湿啊 或者什么面膜 吸收会更好 而且用它的时候呢 整个脸就是非常的干净 很透气的感觉 但是也不会拔干 就是我很久很久之前 找日本代购入的 所以这一些用完的话呢 我是不会再回购这个的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Garnia的这个Hydro Bomb Garnia这个系列的面膜 我也是还挺喜欢的 它跟刚才那个Neutrogena的 Hydro Boost的那个系列的话 我其实更喜欢 Neutrogena的那一个 也是还不错的 而且价格的话 我记得两个差不太多 还有两个清洁的 就是这些都是黑头贴 一个是CMP 他们家这个黑头贴 我最近呢 黑头其实不是很多了 就是我这儿的毛孔虽然大 但是黑头少了一点点 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 人到中年了 就是整体出游 都会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我用黑头贴的 几率就会变少 我最近有用完一个CMP 还有用完一个这个ILSO的 说句实话 我觉得两个在我的椅子上 没有太明显的差别 就是这两个的话 如果我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觉得两个随便 去回购一个都是OK的 现在说一些眼膜 最近就是没有很用功的 在敷眼膜啦 所以只用完了两个 BioLab的这款微针眼膜 这款微针眼膜 我介绍过蛮多次了 也是我一个人生摯爱的护肤品 我觉得它对于 眼下皮肤的改善 是还蛮明显的 而且用了它之后呢 眼睛下面那个平滑度啊 都会有蛮明显的改善的 就是它有一些微针 然后你再用那个东西 粘上去 很多时候呢 它粘的不是很牢 所以呢 我用完的时候 我会尽量马上就是躺下 然后争取可以马上睡着 而且用这个之前呢 我是比较建议 就是眼睛下面用一些 比较功效好的一些精华啊 眼霜 等它完全吸收过后 你再用这个 这样子的话 就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些效果 还有用完三个 花王 他们家这个眼膜 这个就是比较平常的那种 保湿的眼膜 这个的话也是可以整个晚上敷的 我觉得它就是便宜 也是蛮好用的 而且用在眼睛下面 我觉得那个保湿效果也是还不错的 而且它那个褶里状的质地 我也非常的喜欢 如果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眼膜的话呢 也可以大家推荐给我 还有用完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睡觉的时候 敷在眼睛上那种发热的 Eye Mask 就是这个牌子的Eye Mask呢 我是觉得还挺好用的了 我就是用完 我现在库存的那些 我就是不会再入的了 因为像这种蒸汽眼罩 对于我来说 使用率不是很高 因为我有的时候敷上它 我就睡着了 睡着了之后呢 你就完全忘记它存在 然后你第二天起来 它就会不知道 在你床的哪个角落里面 对的 面膜类就到这儿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些别的东西 好了 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说一些卸妆 还有洗脸类 洗脸类的东西呢 用完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HBN他们家这个洗面奶 这个洗面奶 我当时是两个一起买的 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推荐它很好用 我觉得它是一般好用 不能说就是能到达 我对于洗面奶那种 觉得顶级好用的感觉 因为它出来的泡沫呢 就是你一定要用起泡网 才可以打出来比较丰厚的泡沫 而且它的丰厚的泡沫呢 跟我很喜欢的POLA 还有加纳宝的那款笔 它就是那种比较稀疏的 很水的那种泡沫 它也是可以把脸洗得很干净啦 但是呢就是 没有那种被泡沫包围住的感觉 所以这款的话 我用完我现在那些 是不会再回购的了 会吗 因为它其实算蛮划算的 所以我可能会回购 但是呢我就觉得 它就是一般般没有大家说的 那么那么好用 还有用完一个 哦也是加纳宝这个 Scrubbing My Wash 就是完全把它挖空了 这款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Scrubbing My Wash 我又回购了一个 那个Comfort Stretchy Wash 我现在在用 这两个我都非常的喜欢 这个和Comfort Stretchy Watch 我觉得两个的泡沫都是差不太多的 这个的话呢 就会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用 因为它里面有一点点磨砂颗粒 另外那个呢 就是没有磨砂颗粒 但是起泡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加纳宝的这两款洗面奶 我都是巨推荐 巨推荐的 嗯 然后再说一下卸妆的 用完了两个这个 理副全的眼唇蟹 不用我多说了 非常的好用 就是眼睛卸熟的很干净 很干爽 然后呢没有酒精味 也不会糊眼睛 但是我听说大家说它挺产的 澳洲这边反正是还有的卖 但是如果大家买不到这个的话呢 就可以去试一下 Bioderma的那款眼唇蟹 那款眼唇蟹的话呢 我自己是有用过的 我觉得两个的使用感差不太多 而且搭错的时候价钱也差不太多 而且我上次 至爱的视频之内里面呢 我看有一个小伙伴说 这个停产了 他也在用Bioderma的那一款 也很好用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差不太多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澳洲这边还有买 嗯 而且我不理解 为什么要停产这么好用的产品 OK 还有两个卸妆的 第一个就是 植村秀 他们家这款绿色的卸妆油 我觉得它卸熟的非常的干净 甚至呢会让我的脸上 稍微有点发干 就是我很少会觉得 卸妆油卸过之后脸是发干的 这一款就会有一点点那个感觉 我觉得它可能卸熟能力太强了 但是它的那个油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爽的油 就不会让你的脸油糊糊的不舒服 可是我觉得它卸熟能力有点太强了 就用在脸上呢 就算是在夏天卸了妆之后 都感觉脸有点干 干嗦嗦的感觉 所以这款呢 我是不会再回购的了 还有用完一个Chanel的卸妆油 这款呢是我看很多人推荐说是他们的什么 人生之爱啊 年度爱用的卸妆油啊 然后我就去买了 我个人觉得它的使用感 就是蛮一般的 它就是那种我刚才说的比较容易黏糊糊的那种油 它的卸熟能力也是蛮好 味道也是很好 但是它的那个油就是非常的不清爽的那种质地的油 所以我就是不是很喜欢 我也是不会回购的 好了 我现在这个说完的话呢 我来说什么呢 哦对对对对 刚刚忘记说了 我还有两个面膜是用完的 一个是这个Omer Visa的这款清洁面膜 这款清洁面膜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它就是那种泥膜的感觉 但是它敷在脸上呢 就是脸也会干 但是它的刺激性我觉得没有很强 而且它对于毛孔那些的清洁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就是它用完了之后呢 是非常容易就可以洗掉的 所以我觉得这款清洁面膜我上来挺推荐的 就是我用完我现有的清洁面膜之后 我会想要再去回购的这一款 还有用完一个面膜呢 就是香提卡他们家的这一款面膜 这款面膜呢 我一般都是跟111Skin的那款A纯精华油一起用 我觉得用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哇那个皮肤真的是嫩到爆 而且我觉得这一款面膜呢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面膜 就是它自己的那个嫩肤效果就很好 我一般都是用它会做一个晚安面膜的 就是可能当成一个面霜来用 然后我用它之前呢 就会涂一下111Skin的那个A纯精华油 然后再涂那个第二天早上起来 那个脸真的是巨嫩无比 皮肤非常好 可惜我现在真的是有太多涂抹式的面膜 所以没有办法回购 但是我用完之后 我肯定会想要再回购这一款面膜的 不愧人家是那种什么拳头产品 好用 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些精华类的东西 精华的话呢就用完的还行 用完了一盒这个润打盐 他们家这个377精华 我上次用完了一盒 最近呢又把这一些都用完了 我最近在说是小样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看我那个小样视频 没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又发现了有一些 他们家这个377精华的那种小样 把它都用完 这个377精华呢 我觉得上脸是很舒适的 而且我觉得提亮效果是有的 抗氧化效果也还挺好的 但是就不说这么多了 因为好像这个377精华已经停产了 停产了蛮久的 我现在才开始把它用完 我是还挺喜欢的 然后呢我最近还有用完就是这一些 Marty Dern他们家的这个DSD Bright 这个精华 这个精华呢是像安平一样的 是这种的 然后呢你就把它弄开 从这里挤出来 我觉得安平的设计有好有不好 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一个一个用的 因为我觉得哎呀每天用完一个就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而且我觉得这个设计呢也比较卫生 但是他们家这个安平因为是玻璃的 再加上他们家开安平那个东西真的非常的不好用 很多时候你就会把那个瓶子弄爆了 还有我有一个就是我这一些安平没有用完之前呢 我的那个开瓶器就已经坏了 所以我呢我每次用这个我都得让我老公用一个像刀一样 把它给切开采用 就是太麻烦了 但是这款产品是好用的 我觉得它的提亮效果和抗氧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跟我很喜欢的Bio Laboratory的那款VC就相提并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的话呢 我是很喜欢里面的产品的 但是它那个开瓶器太难用了 所以导致于我不想要回购它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有忍受这个开口的这个东西的话 这一款产品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好用的 或者我去看一下如果它不是再是这种包装的话 我会想要再入它 OK然后现在再说一些别的精华 说一个这个小样吧 用空了这个蓝蔻的这个小黑瓶的小样 这个应该是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戴的蓝蔻小黑瓶就不要我多说了 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底精华 很清爽保持我皮肤稳定很好 而且我觉得促进后续的护肤品吸收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它还有用完三个这个黑叉的这个绿宝瓶 这个绿宝瓶呢我说句实话我就是非常的一般 我觉得相对于他们家那个黑泵带面霜 这个就是真的是不值一提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用它就是当做一个正常的那种精华来用 我觉得它的保湿力啊 还有一些功能性基本上是很低的 如果你用它来做一个前倒精华呢 我觉得它对于后续护肤品的那种吸收又没有那个爱尔博式 还有刚才那个蓝蔻小黑瓶那么好 所以这款精华我就是只是当它一个叠加精华 跟那个黑叉他们家黑风大一起用的一个产品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非常一般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我也不会再回购它 而且它这个泵头我特别不难用 还有用完一个这个Pure他们家的这一款美白精华 这款也是他们家一个三七斤精华 也是我买了蛮久终于用完了 它这个用的特别久是50ml的 就是感觉量特别大 我觉得这一款它的美白效果在我脸上 就没有润白岩的那一款美白安平那么的明显 还有就是他们家这个泵头啊 你摁到一半呢 它差不多到这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摁不出来了 所以我都得拧开 然后把它倒出来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装设计我也不是很喜欢 产品的话呢 我也觉得一般般美白效果没有很明显 OK 还有用完一个资生糖 他们家这个美白淡斑精华 这款美白淡斑精华呢 它上脸的使用感是很好的 很清爽啊 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稍微有一点点刺激性吧 但是我觉得它的美白效果 在我脸上也是蛮一般 而且去斑的效果基本上是没有 我是对于那种去斑啊 那种东西的效果 我是不抱太多的希望的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只有那种皮秒 才可以真正的把你的斑 比较好的去除掉 所以这个呢 我就是想要脸比较整体透白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一般般吧 没有让我的脸提亮多少个肤色 所以这个用完我是不会回购的 还有用完一个博兰亚双效精华吧 就是那一款我很喜欢的面膜的同款的精华 这款精华就是一个非常一般的一个精华 我觉得在我的脸上就是没 基本上没有什么功效 就是涂了它呢就是当做 OK我涂了一个精华而已的一个心理效果 所以这款我是不会回购的 还有就是我想要吐槽他们家这个小样 这个小样的话呢我是拿去给我老公用的嘛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用太久的原因 就是它的这个东西好像是染色的 我挤出来看现在好像好一点了 哎呦我忘记怎么搞的了 反正呢就是我那个时候用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子用吧 哦我忘记了 反正呢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就是你看它里面这是透明的嘛 我用它那个正装里面也是透明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用这个小样挤出来的时候它好像这个东西是染色的 就挤出来的时候那些精华都是橙的 然后呢我老公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精华是不是有问题 我说怎么了 他说是橙色的 我说没关系人家就是这个颜色的 我甚至都没有想想 然后他说你确定是这么橙的吗 因为它挤出来就是像跟这个色素混在一起的那种那么橙的感觉 所以呢就是这个小样的设计我觉得不是很好 还有用完一个Mura的保湿精华 这款保湿精华呢 又是看到某书一个人种草的 是一个素人 可能每个人使用的东西的感觉不一样吧 他说用了这个时候整个毛孔都缩小了 好像超级喝饱水的感觉 但在我脸上真的是没有那个效果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款保湿精华 Mura他们家的东西呢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很棒 但是我觉得用过他们家几样东西 在我的脸上效果都一般般 耶 所以他们家的东西我是不会再回购的了 还有用完一个智本的这个特安修护肌底液 这个肌底液其实还挺好用的 我觉得它有点像兰蔻小黑瓶的感觉 吸收的非常的快 上年也很清爽 用了它之后对于我脸的那种维稳程度啊 还有后续护肤品的吸收我觉得都蛮好的 所以这一款的话 等我的一些肌底液用完了之后 会是想要再回购它的 我觉得它甚至可以做兰蔻小黑瓶的品替 很不错 还有用完一个胶兰熬夜精华 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吧 我买了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我可能过了比较久才用它 所以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好 就是我有的时候熬夜的时候 我会心想啊 我有这个熬夜精华快去擦来用一下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还没有我很喜欢的波莱雅那一款双向面膜来得好 所以这款也是不会再回购的了 还有用完一个这个NIOD的这个蓝铜胜态 我开这个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看有一个人说 这个蓝铜胜态用在脸上 什么抗过敏啊 修护的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用它那段时间好像不能用VAC 不能用A唇什么的 然后我就去用了 它涂在脸上就有点像白醋的感觉 就是酸酸臭臭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维稳效果也没有特别的好 也没有什么一些别的功效吧 也有可能是我用的那段时间脸上 刚好没有什么敏感 泛容需要修复的地方 对而且它真的是太难闻了 所以我不会再回购的 现在再说一个眼霜 用完了一个这个滋生糖的这款眼霜 这款眼霜我是还蛮喜欢的 是我回购的第二个了 我忘记了 就是他们家这一个系列的眼部的产品 我都蛮喜欢的 还有一个眼部的那个面膜 他们家的那款我也是很喜欢 我觉得那款精华是很足的 这个我是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 一个维稳的一个眼霜 我可能会想要回购它的 因为我觉得它对于我眼下的那些肝纹 基本上它不会增加我眼下的纹路 而且也不会长脂肪力 整体也好用 而且我觉得它的性价比也是还蛮高的 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些身体的产品吧 伊丽莎白亚顿的8 hour cream 8小时高 这款我都是用来涂我的唇部的 所以就用了还挺久一段时间 因为它50ml我觉得它是还蛮好用的 而且它特别便宜 味道的话是有一些些奇奇怪怪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它很便宜又很好用 对于唇部的晚上的修护也是还蛮好的 所以这款我是还挺推荐的 我有的时候也会用它来擦我一些比较干的那种关节的部位 我觉得它对于那个的修护也是蛮好的 所以这款我还挺喜欢的 还有用完一个这个Dermal的这一款脚膜 这一款脚膜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脚膜 它就是可以让脚去除死皮的 这款我是看有一些人推荐刷也蛮好用的 然后刚好这边的chemist在打折 我就去买了 我个人觉得呢是一般般 第一就是我记得我之前买过一些日本的还是怎么样 你的那个脚膜是有一个封条的 但是它没有封条的 就是你放进去的时候 你的脚整个和就是那个脚膜上面 你不得放进去吗 它是敞开的 而且它里面是有那种精华的嘛 所以我得绑两个就是那种头发的那种松紧袋在那里 才可以把它固定住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不是很好 而且用了它之后呢 脚脱皮的情况 因为我很享受脚脱皮的情况 它脚脱皮其实没有很明显 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脚皮不是很多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脚确实是就是脱皮了一点 脚会嫩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我之前用的 我都忘记拿个牌子的日本的那个好用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类似的这种脚不脱皮的产品的话 可以介绍给我 然后用完了两个 这个很喜欢的这个腋下石头 这个也是一个我人生一定会回购不能没有的一个产品 就是如果你比较容易出汗 可能突然会有一些些汗味的话 比如去入这个 它不像别的这种腋下的一些东西 它是自己本身有味道的 那些东西 所以汗味跟那个混在一起就会奇奇怪怪 但是这个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而且用了它那段时间 我会感觉就是腋下会比较干爽 而且出的汗基本上是没有味的 很喜欢这个 我还有用完一个这个凡士林的这个身体乳 这个身体乳非常的喜欢 就是我回购了那么多的身体乳 这款是我就是可以一直回购的一个超市的一款身体乳 性价比很高 上升的保湿度也好 很容易推开也很清爽 就是也不会过一段时间很黏 唯一不好就是它基本上没有什么香味 就如果大家喜欢香香的话 那就可以不要去入它 或者是你买一个比较香的那种身体油 跟它混在一起用也是OK的 因为它这一罐可以用很久 用完了一个Neutrogena的这个手霜 这个手霜我也是推荐过很多很多次了 它是那种很朴素的那种手霜 但是它擦了之后真的可以比较好的改善 你手部比较干燥的状态 它是有点像猪油质地的 因为质地比较厚重嘛 所以吸收会比别的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 你用了可能好久好久都不会吸收那种 它不会 而且它是那种没有味道的 所以你用了它之后呢 你再去喷一些香水也是不会串味的 所以我很喜欢 还有一个Daisel洗海绵吸粉铺的一个东西 这个真的太好用了 我一直都在回购它 这几年可能回购了好几十瓶了吧 就是它用来洗那些海绵蛋 或者是有一些粉底液的产品 就是非常的好 而且会把它洗得很干净 还用完一个这个Regani的这个头发的喷雾 这个呢也是我一个爱 就是大家看我这里有一些长出来一些小细毛啊 基本上都是这个的功劳很好用 一个也可以用蛮久的 它虽然可能平常不打这比较贵 但是很长时间 它在澳洲这边都会打六折 或者是打半价 所以我就会那个时候 趁那个时候去买很多 我的这个是女性的 所以它是五个%的 我一般都一天用一次 就是洗完头的时候 喷在我发际线的那个部位 它就会让它毛茸茸的 而且呢也不会就是 让你的头发一缕一缕的 所以这款也很推荐 还有用完两个这个Pro Drops的美白牙膏 这款美白牙膏呢 我觉得对于牙齿的美白的效果是还蛮明显的 但是它整体的牙膏的使用感不是很好 因为它出来的话呢是那种有一粒一粒的 而且是没有泡沫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不喜欢那种使用感 但是我觉得它对于牙齿美白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还有用完一个这个Aka Paka的这个香水 这个香水的味道我非常的喜欢 哦是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就是它是这个味道的 它是有一点点花香再配上一点 有点像这种洗粉的味道吧 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蛮独特的 它整体的包装就是一般般没有很好看 它是这种玻璃质地的 还蛮瓷似的 我也用了很久很久 终于差不多把它用完了 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去靠卫文一下 它们家的味道我觉得都还蛮好的 Aka Paka 还有用完这一个手霜 Crab Tree & Evelyn的这款Gardener 是它们家比较出名的一个味道 我觉得就是一般般 它们家的手霜我觉得就是比较好涂开吧 但是我觉得滋润度就是一般 我是不会回购的了 好了我们现在说一些口服类的东西 我现在口服类的东西 我基本上吃的都是这三样 第一个就是这个 High Strength Bilberry 是Swiss它们家的 这款呢就是对眼睛非常的好 因为我的工作呢是看电脑会比较多 而且我本人的话呢看手机也比较多 就导致我眼部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疲惫的状态 吃了这个的话 我觉得它的改善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你吃了可能一两天之后 你眼睛就马上不会那么疲惫 但是它们家这个是比较贵的 就相对于它们家别的那种味儿 但是这个好像是非常推荐的 另外两个呢是我一直都在吃的 这个是钙片加维他命D 还有这个是鱼油 鱼油的话呢我吃是因为我看到他们说 吃鱼油的话对于皮肤不长痘是还蛮明显的 我吃了之后真的发现 因为我最近已经没有再吃抗糖丸了 我可能把我现在那些剩余的吃完之后 我就不会再去入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用 而且有点太贵了 吃了这个这段时间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我脸上长的痘痘真的少很多 就基本上最近不会再长一些什么 太过于大有浓的那种痘痘了 跟我吃抗糖丸的效果差不太多 而且它又会划算很多 而且它就是会比较天然一点点嘛 所以我还很推荐吃鱼油 就我一般都买black moss的鱼油 不过大家就是随便看喜欢哪个都OK 然后Swiss的话呢 我还会买他们家这个钙片加维他命D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不喜欢晒太阳的嘛 而且我也喜欢做指甲 如果我不吃这个的话 我指甲就会明显软很多 而且骨头也会比较疼 所以我最近都有坚持吃这个 这三个的话 就是我吃完会马上就回购的那种 然后现在说一下防晒类的产品 用完了一个这个Rafra的这个防晒喷雾 这款防晒喷雾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火 它是那种橙子味的 它的喷雾非常的细 相对于别的防晒喷雾 我觉得这个防晒喷雾算是做得非常好的了 但是我觉得防晒喷雾的话呢 就是因为你喷出来 你不知道有多少是真的到你脸上 就没有办法确定那么多 所以呢我觉得我用完我手头上的一些防晒喷雾 我是不会再回购 但是有的话我就会用一下 它就是味道好闻 喷雾又细 而且你化了妆又喷在脸上 不会有任何残留 也不会让脸上有点点 还不错的 Banana Bot 我以前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身体的防晒 因为它呢就是涂在身体上 不会热不会黏 而且味道也是蛮好闻的 也不会油 太好用了 就是我用了蛮多罐的 但是我想要再去回购的时候 我上次回购了一个那个按压状的 比较大的 我以为是他们家这一款的变大的款式 但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就会油 而且呢它还是有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味道 所以这款呢我去看一下好像停产了 我最近又有买一些新的那个防晒 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的使用感差不太多 而且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呢我购物分享也会跟大家分享的 还用完了这个 IPSA的这一款防晒 这个的话是什么SPF50的 这款就是蛮油的质地 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用它在脸上试过了 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我就用在脖子上把它给用完的 OK现在来说一下面霜 先说一个这个 确实是我给我老公用的这个FAB的这个Ultra Repair Cream 他们家这个Repair Cream就不用多说了 是很好用的一个产品 而且呢 我觉得吸收也蛮快的 我早上的时候用的话会搓泥 我之前用过 所以这款我都是晚上的时候用 我就想着把这些小样都给大家帮我多用一下 这个也是我给他的一个教韵师的这一款小样 是对这款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这个是大葡萄他们家的这一个碗霜 这个碗霜我用了一点点 我觉得它整体使用感还不错 是还蛮清爽的 但是它什么效果呢 没有太感觉到 也是我不会回购的一个成本 哦这里有一个防晒 我就想怎么用完那么少防晒 威诺娜的这个防晒乳 这个防晒乳我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它上脸的话 是有一定黏度的 还有一定的让脸可以增白一点点的效果 我很多时候用它的话 如果我那天不是很想化妆 用它外面再铺一个散粉 整体的气色就会很不错 而且我觉得它的防晒指数也是OK的 我用它在澳洲这边的夏天 我基本上是没有怎么晒黑过的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点黏黏的感觉 会更加好的帮助后续的化妆品上妆 IPSA的那款黏的就是有一种油腻腻的感觉 这款黏的我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其实有一种油是感觉脸是那种假滑的 这一款虽然你感觉脸黏黏的 但是不会是那种让你无法呼吸的那种黏 所以这款我是非常推荐的 还有他们家非常喜欢的 就是他们家这个特护霜 我一般的用来当枣霜用 我觉得非常好用 吸收的很快 然后跟后续的任何护肤品 化妆品都不会搓黏 我觉得它虽然吸收的快 可是保湿程度也是OK的 还有最近也把皮宝的这一款也给用完了 这一款呢我是想着买来替代它的嘛 因为我以为皮宝会比较便宜 但是我仔细的具有的购物车算一下 我觉得大醋的时候下来两个差不太多 如果你这个买的多的话 甚至会比皮宝更便宜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去看自己喜欢哪一个就好了 皮宝的这一款呢 我觉得上脸的滋润度没有这一款好 而且吸收力呢 也会比威诺娜的稍微慢一点点 也有可能是我用了威诺娜用了太多 有那种感情出来了吧 所以我个人的话 我用完皮宝这个我是不会再回购 威诺娜这个的话呢 我还是会持续的去回购它的 今天的这个视频 应该会是一个非常长的下饭视频 也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